美食地圖 美食地圖 我要今天來講美食 其實我就是昨天看了一個新聞報導 這新聞報導有個金門人 起了一個台灣的太太 太太懷孕八個月 她跟太太回台灣 然後兩個去逛夜市 她就買了很多乳味 然後回去跟 因為她就住太太家 太太梁家 然後就跟老丈人 梁家的人就在那邊看電視 結果呢 她老丈人發現她帶來乳味 特別好吃就拼命吃 她就很趣 兩個小胡雞回到房間也罵 你爸爸什麼意思 我喜歡吃乳味都被她吃光了 她太太覺得不可思議 我爸喜歡吃 你就給她吃啊 這個東西你也在計較 兩個就越吵越南了 後來呢 後來的這個女婿啊 這個金門人啊 我是金門人 我很看不起這種人 她就回去回金門 夫妻第二天一早就回去了 她想說她太太懷孕八個月 過兩天會回來 結果一直等等 一個月她太太不回來 快臨盆了 她咋要 我不回去啊 我要跟你離婚 這個離婚已經離了 這個沒品的金門人啊 讓我想起 我的金門人我看得很難過 為了一個滷味 你知道滷味哪裡最好吃嗎 你要是在台北的話 當然我是行家 我是行家 為什麼 因為我也很會吃滷味啊 台北最有名當然是老天爐 對不對 西本町武昌路 武昌路二段的老天爐 五六十年來誰沒吃夠 劉特爾花來都要去搶吃她的鴨舌頭 一個鴨舌頭將近三十塊啊 各位朋友 我前陣子吃大概是這個價格 現在有沒有漲價我不曉得 差不多三十塊啊 鴨舌頭耶 有多少肉 各位 可是你要吃起來 你吃完以後 你還會去吸自己的大拇指啊 對不對 那 當然啦 她有關鴨針 鴨舌頭 鴨翅 都是她的那個 所以老天爐 你一定要 在西本町很多人只知道老天爐 其實西本町還有一家叫 米死 酒香 米死 M-I-S-S 大家知道米死 酒香 高粱酒的酒很香 這家可能知道朋友比較少 那她在漢口圈 在西本町 你要上網的話 因為我不會把住址或電話講很清楚 你只要上網就找得到 絕對找得到 為什麼 因為她的滷味不一樣 她有加金門高粱酒 那 我一次我就知道 我的老闆 他說 沒錯 董哥 金門高粱 金門很多人都知道 可是她也有加點米酒 有高粱酒 有米酒 那個酒就特別香 各位朋友 酒後不開車 一定要 不管你吃了滷味 這個一定要提醒 過去我們在市民大道跟 那個 敦華蘭露那裡有個叫 老楊 老楊當然姓楊 後來這一攤 因為她滿有名的 就跑到那個 大家知道 富星蘭露那裡有幾家 專門在吃西飯的 晚上在吃西飯的 小李子 小李子 對面有一家叫 前州閃爺 各位可能不曉得知道閃爺 她就有點像我們的米酒 後來我經過那裡 就在那邊賣 我就跟她買 我說你不是原來在那個 他說因為那邊被趕 人家在那邊施工 因為他們不是合法的 有點癱瘓式的 她就來這裡 後來就福州閃爺 後來幾年以後 我都見過 怎麼突然又不見了 那 現在老楊在哪裡呢 在建國 各位上網還可以找到 建國北路 那你就去找一找老楊 因為這種小吃很多 都用自己的姓氏 那用姓氏還有一家叫梁濟 梁濟這兩天也有個新聞 因為她是一個攤位 她在哪裡 林江街 林江夜市那裡 那她也很粗 因為都會大排長龍 我講的一定都是大排長龍 我才會關注 我才會去買 那她後面的店面 因為他們是在店面前面 那本來是條街嘛 林江街 那晚上 等於說大家都擺攤子出來 其實後面是有店面 店面賣了 店面那時候更加有 就買了一個 我們會把前面的攤位趕走 結果後來 她前面的攤位就是梁濟 他們就給連梁濟一筆錢 有個中介人 後來不曉得怎麼搞了 他們就很氣 很氣 這個店面就把它擺成金銅玉女 大家說金銅玉女是什麼意思嗎 人家辦傷事 就是我要 我要讓你沒生意 那你要來買蘆味一看 這裡怎麼擺得像靈堂 後面都是靈堂 人家在做法事 你會心裡絕對悔極 就會影響生意 他們這兩天 大概就4月12 這官司判決下來 各位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 我不要講 因為我是在講美食 不再講那個 它叫梁濟 梁山伯駐英台的梁濟 這家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它是非常台灣味的 鹹香鹹香啊 那如果要吃這個的話 很多朋友就會講 哇 那我們喜歡吃的 這幾年台灣很流行的 麻辣啊 你都不講 有 四川 四川特色麻辣在哪裡 永吉路30巷 那條整條巷 我每一家都吃過 那這一家是最好的 那邊大概有三四十家的小店 為什麼 因為這就在台北市政府旁邊 在聯合報旁邊 我過去 工作都在這裡嘛 這是我過去的生活環境 那現在店也換了很多 可是這一家 生意永遠好 它叫四川特色 你只要上網的蘆味 四川特色蘆味 30巷 那當然啦 你要在台北 除了老天路 你如果去問人家 告訴你可以跟老天路齊名的 絕對叫燈籠 燈籠滷味 那是僅次於老天路 老天路因為比較久 燈籠滷味的生意不比老天路差喔 它在哪裡 它在四大陸 四萬大學 和平東路跟四大陸 四大陸 你只要打 那這家裡不用打燈籠找 你只要Google 咬戶搜尋就找到 燈籠滷味 它旁邊好幾家都是有名的 我已經介紹過它旁邊好幾家的店 那你知道 哇這家這麼有 沒錯 四大陸旁邊有一家路叫龍泉 龍泉街 龍泉街有一家 也是生意好的不得了 婚店開到高雄 我朋友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聽過 我說你講的哪一家 他說在四大陸那邊 我說不是燈籠 我說不是 我說那我知道 叫大台北平價 大台北平價的五位 各位朋友 它現在婚店非常多 很多朋友說 怎麼沒有聽過 沒聽過 你只要上網打 大台北平價滷味 全國恐怕有十幾家 那當然 講好吃的 就要講我的老朋友 陳美鳳 和美鳳沒有關係 可是這家店名就叫美鳳 美鳳滷味 它在哪裡 在三重的正義燃鹿 各位朋友美鳳滷味 那我們台灣有些東西喜歡 滷味喜歡加點冰糖 然後稠稠的 你要感覺好吃的 這一家就是 就叫美鳳滷味 那我要特別跟各位介紹的 南京東路那個鹽坊那裡 有一家叫小春 小春鹽 花鹽的鹽 它好吃到旁邊有一家 也跟它打對台 野蠻老子叫小春樓 小小的春天啊 那各位朋友當然小春鹽 我吃比較多次 因為這邊什麼 這邊就是 整個鹽環嘛 鹽環過去是台北美食 最集中的叫鹽環 鹽環沒有了以後就變成 這些人就搬去 旁邊的零下夜市 所以零下夜市 最主要就是鹽環的人來 有些人不願意搬去 譬如說賣滷肉飯 三元號 龍鳳號 大家聽我在節目上 他們就搬去 更旁邊的重慶北路 賣鵝仔煎的就搬去 台北醫學院旁邊 他們就有些人 因為鹽環那個 那我要跟各位 介紹一下比較新的 叫曹衛傑 大家知道曹州 乳鴨乳兒那個非常好吃 曹州的味道來結定 曹衛傑在我們台北市的三明路 那我住的板橋那裡也有一家分店 曹衛傑很那個 那剛剛講麻辣還有叫三川鼠 山上的山 四川的川 鼠呢 鼠就是四川的簡稱叫鼠 所以它叫三川鼠 三川鼠的 會講四川當然就是麻辣 所以我剛剛講四川麻辣特色 四川特色的蘆味跟這一家 那這是有特別的不一樣 那我還要跟各位介紹一家三重 因為我看到名字我心動去吃了 我覺得很值得 它叫小豬很忙 小小的豬 你在買豬肉買不到 小豬很忙 小豬很忙 我覺得有些招牌你看到有趣 那你去買這種 蘆味都很便宜嘛 幾十塊或一百多塊都可以買 那你有時候要去拜訪朋友 或者要回家想說弄個東西回家 大家吃一下 當點心當蘆味 蘆味的意思就在這裡 所以要跟朋友講 這個一定要好好的品嘗一下 那再介紹一家 在南京龍路叫洪祭 在龍江街 龍江路叫洪祭 三點水的洪 龍江 大家知道我在龍江那邊 介紹過很多家 它的這個街道不寬 可是它有 譬如說四目宜舟 然後我介紹過它的肉丸 或怎麼樣 其實這條路 讓人家覺得很感動 就是有很多傳統台灣的小吃 那今天林林總總介紹 大概十幾家 你有時候想回家 或者你要來看看 董哥我順便買個滷味過來 那今天謝謝 非常感謝 照顧 alltid 下雨 按下 那今天 在馬有